尚未合法上路 Uber在下重手 从周五开始 车资调降15% 消价噱头 果真吸引不少民众搭车 便宜的话一定会搭 应该是安全上的问题 就来试算看看 同距离到底差多少 台北车站到101 共7.3公里 基本车资Uber调降到50元 继承车就硬生生多了两倍 再加上里程数延迟计时 Uber一趟170块不到 继承车就多了49元 实际搭一趟Uber舒适度差不多 却多提供了卫生纸 水等周边服务 现在价格又变便宜 也难怪让计程车司机挫雷蛋 我以前一天可以跑到 三四千块或是五千块都有 那现在如果说 现在一个早上要跑个一千块 真的很难 难上加难 那就是要依法缴税 司机大哥负担了计程车的成本 所以他可以用完全没有成本的 负担的方式来回馈给乘客 我想在这基本点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预计近期就会向交通部提出方案 降价让乘客回流 免得正当缴税合法上路的企业 却持续遭受打压 就城市电周边台北报道 预计 预计